文森寶小弦 今晚都關注 《單森寶審查》提醒您收睇今日看點 有網友反映 在大學城內 網約車拒載亂象泛艦食封 投訴到相關平台後 一點都沒有改善 記者調查發現 網約車司機真是明目中膽拒載 難道真是沒有枉管嗎 昨天 茂名信儀 一處山體突發山火 幸好當地滅火隊迅速趕到現場撲救 並將山火撲滅 最近一個月 中山三鄉鎮 這個廠區門前的空地 總是有泥漿車偷排泥漿 雖然有監控 亦有懷疑對象 但當地積林泊門的調查結果 遲遲未出 又為何搞成這樣呢 民生無小事 今日多關注 歡迎各位收聽收睇今晚的今日關注節目 在演播室陪著大家的 有鄭達同 葳元熙 多謝各位 馬上去片 廣州大學城 位於潘嶼區的小谷圍道 很多朋友都知道 島裏面 高校臨立 人口更多 以學生 村民 還有一些遊客為主 網約車 成了便捷 和經常用的 一個出島的交通工具 不過有乘客反映說 在大學城中 經常會被網約車拒載 但投訴到相關平台之後 絲毫都沒有改善 反而拒載 這個亂象是氾濫成風的 是的 他們的情況是怎樣的 馬上看看我們記者的走坊調查 你打到車之後 然後司機會打電話跟你說 然後他們就說 我們只負責島內的一些交通 然後說 因為出島的話 他們覺得太虧了 加價他也不去 或者是 你有時候已經坐上車了 他也會問你說要出島嗎 在某網絡平台上 記者搜索關鍵詞 廣州大學城網約車 出現頻率最高的詞條 就是網約車不出大學城 不少貼的內容顯示 乘客無論是通過滴滴出行 高德地圖 或是百度地圖等平台打車 平台在派單之後 司機都會以各種理由拒載 譬如說 不出到另外叫車了 車電不夠了 只去地鐵口等等 有網約車司機會直接取消訂單 也有司機會採用消極方式拒載 譬如說 既不取消訂單也不去接乘客 電話不接聽 等乘客等不起自己取消 乘客不單浪費了等待的時間 還會被扣減信用分 甚至扣4元左右的取消費 還有司機會將車開到上車點之後 點擊到達 乘客都未上車 就一腳有開走 有網友甚至吐槽說 自己有一次連續被7架網約車拒載 差點就趕不上高鐵 記者來到大學城內走訪 並使用滴滴出行打車 從廣州大學前往島內的大學城北地鐵站 馬上就有司機接單了 上車之後 記者詢問 司機可不可以將目的地 改為海珠區萬聖衛 之後記者又使用高德地圖 打車前往萬聖衛 幾分鐘之後平台顯示 訂單派了給司機 但這名司機發了個信息給記者說 另外叫車 記者回覆趕時間不想另外叫 司機回覆說 你想多了 另叫 不過在幾分鐘之後 記者還在上車點見到該網約車 但是當記者準備要開車門上車的時候 確發現車門鎖住了 不出頭的 不出頭 對對對 為什麼不出頭 我們只跑城內的 只跑大學城的 只跑大學城 但你出這平台 不是這個平台的司機嗎 他既然派遣 你怎麼不接啊 什麼原因啊 司機一句話都沒說 直接就開車揚場而去 過了沒多久 這名網約車司機 竟然打電話質問記者 是不是故意搗亂 我是正常打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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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現在方便過來嗎 你想幹嘛 你是故意的 我就是要打車 我現在就是要打車 你方便過來嗎 幾分鐘之後 這名網約車司機取消了訂單 廣東台記者李海富報導 真是誇張 看來大學城 這個網約車不出道 竟然是不成文的一個行規 各種的花式拒載 吐露層出不窮 結果被乘客造成極大的不便 究竟是什麼原因 導致這些網約車司機 會挑肥簡秀呢 誰都不出道呢 對這種花式拒載的行為 平台是否有監管責任和義務呢 交通運輸部門又怎樣做 他們到底知不知情 繼續看記者的調查 記者莎李發現 目前有網約車、打車功能的軟件比較多 常見的平台有DD、高德、百度、美團和哈羅等等 而這些平台的訂單起步價 一般都是在10元到13元左右 有網約車司機說 之所以不出大學城 是因為平台派的特惠、一口價等訂單 淺小路程遠不發算 司機經常惡意取消訂單 難道就不怕乘客投訴 同平台處罰嗎 記者將情況反跪給廣州市交通運輸局 以及廣州市潘漁區政府相關部門 並同步反跪給DD、高德等平台 今天明天下午DDD出行方面文字回覆今天關注 針對廣州大學城乘客被拒載等問題 平台至9月以來開展了一系列體驗優化措施 在大學城區域內開展了司機服務宣傳播報 倡導司機提供好服務 針對無故取消訂單的司機給予 扣除服務分、專項教育的處理 如果存在累計多次取消等情節嚴重的情況 司機將會被暫停接單 截稿前記者還未收到廣州市交通運輸局 以及潘漁區政府有關部門的工作人員回應 廣東台記者李凱富報導 其實也無需搞什麼優質服務、學習、扣分處理 司機賺錢而已 關鍵就是平台 自己解零系衰是零人 根本就是你們的規矩 一口嫁禍當然不出市區 按照標行 該是多少錢還是多少錢 或者是拼了多少錢 沒有司機不會去的 不用賺錢嗎 走遠一點回來就多錢 你有口嫁的錢 叫他跑來廣州黎安區試試 跑來電台試試 肯不肯 當然是不肯的 不怪別人的 自己先搞定事情 今天我們接到 莫名信義市朱沙鎮的觀眾報料 他說昨天下午 當地有一處山體上 有山林突發山火 好在事發之後 當地的滅火地 迅速趕到現場撲救 將山火撲滅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引你山火呢 我們記者潘小迪去看過 報料觀眾拍攝的視頻顯示 遠處的山上 有一處名火在此持續燃燒 滾滾濃煙從棺木中無出 據介紹以上這一幕 事發在昨天下午的2點鐘左右 現場位於207國度 茂名信義市朱沙鎮 連堂村路段旁邊的山坡上 我當時站得比較遠 所以沒有看到它具體燒的是怎麼樣的 當時看起來煙就很大 有好幾串煙 有看到火在燒 今天上午 記者來到事發的山坡上 現場生長的主要是 雜草灌木和防護林 有灌木已經被燒成灰盡 輪近的防護林的樹頭呈現黑色 在我身旁就是昨天起火的地方 地上的缸枝枯葉比較多 這裡有一塊被燒焦的位置 消防員推側 這裡就是起火點 火是從這裡向上蔓延 可以看到上面被燒過的地方 整體是呈黑色 部分位置還可以看到地表的黃土 據介紹 昨天事發之後 屬地連堂真 立刻組織了11個救火隊員 趕赴現場撲救 不到1小時就將火勢撲滅 現場的過火面積大概是一畝多 沒有人員受傷 珠沙鎮應急辦方面表示 入秋以來天乾蜜燥極易引發火災 賦予群眾森林防火人人有責 希望廣大勤眾或千萬 要自覺徵守我們新營市的禁火令 1號禁火令 希望廣大司機平時在行駛過程中 要將煙頭熄滅之後 流到出聲來不要往外雕 因為路邊比較多的雜草、雜野和干枯事業 特別現在秋冬季節 風高蜜燥 容易引起山火 廣東台記者潘小迪 茂名殉儀報導 今天我們接到中山三鄉鎮的觀眾反映報料 說最近一個月總是有些泥漿車 將泥漿偷偷排到他們廠區門樓的空地那裡 我懷疑附近有一行管線工程的車輛所為 於是群眾多次把這個情況反映給當地的綜合執法部門 而且報警 但問題是至今都未得到處理 究竟是怎麼回事呢?記者去看過 監控視頻顯示 9月28日中午在中山市三鄉鎮廣灣街的復旋江果園門口 一架紅黃相鑑的泥漿車駛入了一條小路 在果園門前停了近兩分鐘 接著就將車尾擺向了道路的另一側空地 疑似是傾倒 期間還有人下車並走向車尾 記者今天在現場發現 雖然監控視覺被樹木阻擋著 沒有直接拍到偷排泥漿的畫面 但現場有泥漿乾了之後的痕跡 面積大概有十幾平方米 被波及的植物基本都腐毀了 搞那個廣線的那個班主來這個車 偷偷倒進來了 陳先生說被偷排泥漿的空地 也是他們果園遭用的 只是多年沒有開發 只是栽種了一些觀賞性的陸籍 他們表示雖然是不要求進行賠償 但是事至今天已經過了一個多月了 反過來給有關部門之後 卻一直都沒有收到調查進展和處理結果 記者電話聯繫施工方有關負責人 對方表示目前正積極配合有關部門調查取證 接下來會對空地殘留泥漿的清理工作負責 對此三鄉鎮綜合行政執法局 回覆今天關注說 經調查可能涉及的單位為貴州西江通訊工程有限公司 但泥漿車負責人說 車已經租了給別人用 攝氏司機也否認該事件 因監控視覺存在盲區沒有拍到車牌號 無法直接證明談到事實 接下來城管執法人員將持續開展案件調查 並依法進行處理 廣東台記者黃海中山三鄉報道 有些事情真的很奇怪 每次都是我們記者曝光之後 他才說要我們持續跟進 一發現問題嚴肅處理 之前人家早就投訴了 完全都是食尋大海沒有下文的 我發覺現在有些部門的人做事 坐在辦公室裡 他不會到下面看的 只是看監控而已 監控外面一片平安無事 他就認為天下大平 你看監控嘛 人家會告訴你 我看不到車牌 不知道這回事 就行了 我們帶他去看看 這樣就算是辦事的嗎 今天又發生南海區 保利紫辰花園小區的業主 又跟我們報料了 他說小區的地下車庫 有很多限制的停車位 但是最近小區物業 將這些車位全部上了地索 搞到業主有車位 沒有停 我是業主 為何不讓我停 物業為何要這樣做 合不合法這樣做 記者看過 今日記者在佛山南海區 保利紫辰花園小區的地下車庫看到 負一層大概有七成的車位已經售出 剩下的車位被上了地鎖 在負二層車庫的停車位 雖然大部分都掛著可受車位的牌 但是多數都上了地鎖 從七月份開始 然後等到前兩天 10月20號 他就說要開始賣那個車位 我們發現這幾天 就把所有之前沒有鎖的車位全部都鎖上了 有業主表示 物業向小區業主發出通知解釋說 因為接到部分車位的業主投訴 反映說有車輛卸貨和搬運物品會佔用其車位 甚至有車位的業主會佔用他人車位 為保障已購買車位業主的權益 因此對已售出的車位進行貼牌 對未售出的車位進行上鎖管理 並且在負二層設置了一些臨庭區域 有業主認為物業此舉不僅解決不了車位的管理問題 反而導致沒有買車位的業主沒有位可停 據介紹在小區的內部道路停車位上停車 又或者在小區的地下車庫停車 都要進行收費封頂為15元一日 有業主就抱怨 就算是交了停車費 亦都享受不到應有的停車服務 對此開發商回覆今日關注說 對部分車位進行上鎖管理 是為了保障已購車位業主的合法權益 同時對已購買車位的業主進行車位掛牌 方便業主識別和管理 延南海區旅水鎮政府就表示 該小區車庫入面上鎖的是開發商持有的產權車位 具體經營方式由產權人自行管理 下一步政府相關部門和社區將會搭建溝通平台 多方協商討論小區車庫的停車管理問題 有律師表示 如果開發商對未出售的車位進行上鎖 阻止業主的正常使用 可能侵犯了小區業主的優先使用權 業主可以向物業主管單位或者駐建部門提出投訴 開發商是可以去出售和出租給業主的 但是根據《物權法》第74條第二款規定 建築區內如果規劃用於停放汽車的車位車庫 應當首先滿足業主的需求 還有我們的《民法典》第276條它也規定 《小區內規劃的車位或者車庫》 都應當首先滿足業主的需求 廣東台記者李樂圖 佛山報導 開發商雖然有權處置你自己的車位 但是首先你違法了《物權法》 每個住戶都有權要停車 最多你收個月租 你疏於管理 其他的車押了不走 你就記住他鎖他的車道 到時高額罰款就是 在政策的刺激之下 10月份以來 深圳市商品房市場持續火熱 10月1日到26日 全市新建的商品住宅網簽認購達到1030套 也成為近年來深圳新樓市場交易量的新高 但是對比之下 深圳安居營商品房項目的去化率 卻不是那麼理想 多個項目也經歷了多次配售之後 卻依然有較大的庫存 位於深圳南山區的山越灣花園項目 是屬於安居營商品房 面向輪候副家庭銷售 總房源是4900套 均價大概每平方米是42000元 地處前海片區 該項目自2024年3月啟動預售以來 已經歷經了四次配售 但是銷量並不理想 類似情況並不是過例 10月20日晚 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官網公示了13個項目 未售出安居營商品房選房結果 結果顯示該批次放出的932套安居房 764戶家庭選房 最終只是賣出了73套 而這13個項目都不是第一次配售 2012年深圳市建立了安居營商品房輪候庫 2023年8月起深圳不再安排建設安居營商品房 輪候庫也同期停止入庫申請 已經在庫內的家庭可以按照規定的程序 選擇已經建好的安居房 截至目前深圳安居房再測輪候家庭總數是18萬多 有業內人士表示 今年配售的一些安居房項目 很多都出現了村庫的情況 即是輪候庫裡排名最後的一戶家庭都提交了申請 申購人數依然不理想 有業內人士表示 2024年深圳市安居營商品房整體銷售去化率進一步下滑 截至10月27日 深圳一共供應安居營商品房9781套 供應量激增大概是2023年全年的1.7倍 總去化是2948套 去化率僅為30% 專家認為隨著商品房價格下降 安居房的價格優勢削弱 政府部門應該根據目前市場狀況 作一些相應的調整 安居房跟商品房是競爭的關係 你的優點在價格下降 但缺點也很突出 你上市交易的年限有 這要鎖定10年 安居房應該要去分析周邊的競評 實時的評估這個片區內的價格 來調整安居房價格 你保持你的在價格上的優勢 廣東台記者蔣宏業深圳報導 有廣州花都區的觀眾向我們報料說 最近幾天他們小區的垃圾 一直沒有人清理搞到堆積如山 什麼回事呢 在廣州花都區石江村正能量院小區 垃圾投放點的垃圾 已經連續多天沒有人清理堆積嚴重 臭氣糞天 小區居民走過路過時 都用掩緊鼻子走快幾步 三天還是四天了吧 沒人清理 看的都很噁心的 記者繞著小區走了一圈 總共有六個這樣的垃圾投放點 每個垃圾投放點有十個垃圾車 垃圾全部都是被填滿了的 現在的垃圾已經是溢到了過道上來的 每個垃圾投放點的狀況都跟這個是一樣的 我站在這裡能夠聞到很刺鼻的意味 現在什麼溫隔夜什麼什麼都有 那邊大家小孩都不好 有住戶介紹該小區建於2020年 是石江村的匯千房 住戶大部分都是租客 此前小區並未要求繳納物業費 現在突然要求繳納 但房東不願意承擔物業費 所以物業公司才不安排人員過來清理垃圾 記者前往物業辦公室採訪 工作人員說根據規定 房東自5月份起需要繳納物業費 但房東拒絕繳納 導致清潔工人的工資無法發放 清潔工作也都隨之暫停 而石江村方面就介紹 該村開展擦千以來 每戶村民平均分到五套屋 之前村委會墊付了一千多萬物業管理費 但根據規定 從今年的5月份起 村民需要承擔部分物業管理費 村民自住的房間 是村委當發放福利 村委代交的 因為自住房間出租的部分 要求村民交蚊兒管理費 曾書記表示 由於部分村民不願繳納物業費 才導致清潔工不開工 這幾天 村內的黨員代表 和部分村民自發組織清理垃圾 接下來 村委會將加強與村民的溝通 希望可以盡快解決 物業費繳納的問題 廣東台記者林志欣報導 今天上午在深圳保安區鳳凰山腳 舉行了一場自行車挑戰賽 參賽的車手不僅可以切磋車技 還可以領略到深圳鳳凰山入秋的魅力 一起看看 專業的自行車裝備 再配上色彩鮮艷的運動服飾 為秋季的鳳凰山增添了很多生機和活力 今年的鳳凰山自行車挑戰賽 全程大概2.9公里 吸引了全國各地上百名的選手參賽 這是第15屆吧 我應該是參加了第4屆 在前坐下熱身 然後熟悉一下賽道吧 這個挑戰性還是蠻大的 它是在公園裡面轉彎 坡道都比較大 衛備裝備的話 我們主要就是 自行車方面是花的比較多一點的 其他人的話就是 就是要騎進這種鎖鞋 專用的 扣在上面的 比較緊比較安全 還就是安全的話 騎進頭盔啊 那個父母鏡這些 本次比賽分為騎油組 山地男女子組 還有就是公路男女子組 滿足不同年齡段 不同水平的 自行車運動愛好者的健身需求 也都為高水平愛好者 提供了一個共同競技的平台 我現在所在位置 是在第15屆 鳳凰山自行車挑戰賽的起點附近 那麼能看到我身旁 不斷是有自行車的參賽選手 從我身後快速通過 那麼據了解 本次的參賽機制 主要是以個人計時賽為主 那麼每位參賽選手 是可以挑戰兩輪 取自己的最好成績 參賽選手 除了可以在賽場上挑戰自我 賽出成績之外 還可以感受深圳鳳凰山入抽的魅力 今年的話呢 因為我們從整個的硬件 包括我們的設備上面 比去年又更加完善了一些 現在因為更多的這些愛好奇行的運動員 或者車手啊 已經加進來了 所以說對這一塊的話呢 運動自行車運動非常的重視 這個賽事到現在已經 今年是第十五屆 每年都為這些參賽選手提供一個良好的平台 讓大家多出來運動 後續的話可能就是在賽道的這個要提升一下 好正啊 最後呢 一起去到青海的黃南 看看秋日美景 是的 多謝你收看 明晚同一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